這個request不是一定會有的 但是呢如果說你今天是用我的懶人包啦 懶人包裡面的話我是放在懶人包裡面應該是放在 低疊底下的 假設有低疊這個 然後呢我們的懶人包應該是放這個 Python3632 不過你要先確認一件事 就是說你們 我剛剛幫那個班長看一下 第一個我先確認什麼 視窗裡面的喜好設定 喜好設定裡面那個有沒有我的Python的路徑是不是正確這個應該在第1次第2次上課 有沒有 你可以在這邊找到 應該是下面這個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我剛剛講說 怎麼這麼熟 做超過100次之後怎麼不熟 很多事情做超過一定的數量的時候閉著眼睛都記得 對不對 因為就是因為一直不斷的 練習 一定要練習啦 這東西 技能就是 我就比你熟就對了 我才沒辦法教你 我沒辦法 我自己都 等一下 我先 想一下 那課程就上不下去了 那理論上如果有錯 你不如把它移除掉 重新再加 OK啦 不過我就 不再增 直接新增 確認有沒有問題 這些都有 第二個步驟就是說 我要把Request 可能你這裡底下是有那個 波浪的紅色 表示你沒有裝這個 這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怎麼裝比較快 剛剛同學又 環境變數其實可以不用設了 剛剛同學 有教了一個更快的方法 一 先找到這個目錄底下的 再一個目錄叫Scrippers 這個目錄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Pipe的東西 其實我們就 透過他幫我們做安裝 那 怎麼樣直接執行他比較快 剛剛同學教了一招是 先直接按右鍵 直接在 其實你點上面也可以點他一下 他就進到這個路徑了 然後你就打一個CMD C 關鍵就是這個CMD 你就在這個路徑裡面打一個CMD 意思就是我要跳出那個 CMD就是命令提示資源 就是像以前的DOS環境 然後 那Enter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現在這個目錄也帶過來 有沒有 D帽號指的是D跌底下 他一個目錄這個目錄 的下一個目錄的下一個目錄 當然以前你可能要自己一直打CD 哪一個目錄 那現在不用了 蠻方便 這一招 可能要學起來 之前我也是自己把那個目錄貼過來 當然方法一樣 可是這一招好像更快 那我要做什麼呢 執行那個Pipe 所以打一個PIP 後面點EXT不用 Install 他有一個傳參數就是告訴他說 我用Pipe去install什麼呢 Install Request Request 因為這個這個模組呢 假如說你沒有裝過 你Enter 他會出現安裝 的那些 但是如果 像我已經安裝過了 他會幫我檢查 表示說你已經安裝過了 那我現在他已經跟我講說 Already 他已經裝了 所以你不用再裝了 這邊有些相關Already 已經存在了 除非說有新的版本 否則 他不會再幫你安裝 如果說 有舊版本的話 你可以什麼 PIP Uninstall Install 前面加個UN 把UNinstall 就把它移除了 你再重裝 等於是裝最新的版本 因為Request 他等於是 連線到 那個 等於Python的官方網站上面 去看看有沒有這個 Request 這個模組 有的話就幫你下載 不過前提是 記得 一定要連線 你電腦如果沒有 現在有同學問 沒連線 可會抓 當然不行的 因為你要連線過去 裝完之後的話 後面執行 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那我們基本上 語法跟前面都一樣 那我這邊的話 我剛剛的那個 我是建一個新的 新的 module 名稱叫 Read Jackson Puck 然後一樣 先 把它引用進來 利用他的Get方法 去抓剛剛的那個位置 我剛剛講的按右鍵 然後把它 複製他那個連結 貼過來 那他裡面的 編碼 ASCII 編碼 不是CP950 是UTF8 所以你編碼方式稍微改一下 把它的東西本來是一個文字 因為下載的東西是文字 是一個字串 轉換成Jackson 那個Jackson裡面的結構就有點像是一個 一個物件吧 你就物件裡面的話 一個大的物件 大的物件裡面的話 他的結構一定是 一定是 長得像這樣 前面會有一個大瓜糊 表示說呢 我的第一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從大瓜糊到下一個大瓜糊 那裡面呢 前面就是他的欄位名稱 後面就放什麼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他有1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他有幾個欄位呢 1 2 3 4 有沒有 5 Image 他圖的位置 6 6 6是他的 Introduction 他的減數 OK 你會發現他應該看得出來吧 不過為什麼要Nordepad Plus 因為如果記事本開起來黑白的 看起來其實蠻吃力的 用Nordepad的話 不過好像也是黑白的 有啦 前面有稍微紅色的 有沒有 後面也會多一個紅色的 告訴你結束的位置 那你會發現喔 他開始跟結束中間加一個逗點 那你會發現下一個 又來一次 Park name 有沒有發現 Park name 又一樣 再來什麼呢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Year build 有沒有 然後Open time 跟Image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Introduction OK有沒有 又一樣了 所以再來又一樣了 反正呢 他一個大瓜糊 就等同是一個資料 資料庫裡面的一筆資料 那有點像Excel裡面 因為一列的意思 一列 一列裡面呢 放總共幾欄呢 123456 六欄 OK 在Excel裡面就是 等於六欄的資料 然後呢 放 不過你會發現他欄二名稱一直重複 大家未來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有沒有辦法把這東西直接轉到Excel 當然 Jackson到Excel怎麼做 可以思考看看 這個可能 玩法非常多 好 那知道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要把資料 直接放到我們的 那個Python裡面 那我要怎麼做呢 基本上 我這邊的話 我會 把它用什麼呢 用for for回圈呢 後面就是 直接 用for each的敘述 所謂的for each是說 他現在呢 是把它解析成為一個json物件 我跟著一下 應該是解析成dictionary Dictionary還記得吧 字典 字典 那個的 類型 字典類型裡面的話呢 其中 會有一個 我把裡面的東西 在這個字典類型裡面 的第一個資料 我先丟給 Puck 然後Puck裡面的話 它會按照什麼呢 它前面的 那個名稱 去幫我抓到 抓到之後呢 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丟進來 我只要Puck name 公園名稱 跟它的名稱 還有它的簡數 跟它的open time 最後的話呢 幫我把這四個東西 把它print出去 格式 這個前面是它的格式 後面把資料呢 丟到這個格式裡面 幫我格式化 所以你會發現呢 我現在呢 直接把它輸出的話 那 我串在一起 不過這個格式你可以改 基本上 它是公園名稱 兩個東西 指的是它的 Puck name 跟它的name name放在後面 一個兩個 再來 簡介 這個資料呢 是放什麼 放這個 introduction 就放後面東西 再來就放open time open time的話 放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最後有一個換行 不過我後來發現 這個換行 主要是這裡 那要不要加呢 好像如果你不加的話 兩個資料會隔在一起 如果你把它拿掉 它就 變成串在一起 OK 所以我只有取得 本來裡面有 好像六欄 我只有取其中的 四個欄位 但如果你要把全部資料拿過來OK 其中有一個是 那個image 圖檔 圖檔部分的話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講到圖檔的處理 所以 如果說你要把圖檔抓下來的話 他其實在這邊也有一個 有沒有這個 他是放一個超連結 所以如果你把它點擊這個超連結 或者你直接把這個超連結 把它複製貼到我們網頁上面的話 他應該會是連結某一張圖檔 如果那個 那個網 網站沒有掛掉的話 應該可以把這個圖檔顯示出來 急功浩義盃 急功 急功浩義 有沒有長這樣 有去過嗎 228公園 不過我發現這裡面很多東西 其實都可以 甚至可以把它對應成做一個App 因為公園裡面 所有台北市公園 是不是可以做個打卡活動 如果可以把這所有公園100多個 全部都跑一遍 可以是這個獎品 會不會全民 一起來 那這樣也蠻有趣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我講的部分 那完整的程式呢 雲端上也有啦 就是 在這一邊 底下 看到這開放資料 最後的話請各位一樣 再把它轉換一下 轉換成什麼 丟到資料庫裡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請往下 我們來個探索 打 拍手 那些 我們來個探索 雲端 看看 我們來個探索 因為 其實不夠探索 我們來個探索